大家要看懂題目,而且題目裡面有蠻多陷阱的 這個地方,他說第一題,我們剛剛做的其實是第二題 他其實有提示用if,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我們是針對他的提示 但是有沒有哪一些地方 一定要做,可是我卻做錯了 其實有個地方,你要看懂,他說什麼 給予十分,而且他後面有個瓜糊 請使用f1的儲存格,否則零分 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十分你不能自己撿 而你並程說一定要指定是f1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公式 其實結果是對的 應該這個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忽略瓜糊裡面的這個十分 我們自己key,不行 零分 所以你剛剛做這麼辛苦 答案對 但是如果你去考試的話 他會給你零分 為什麼,因為他已經講了瓜糊裡面的訊息 所以如果假設你忽略了 就沒有分數 OK,所以這很重要喔 如果你要能夠通過考試 一定要每個地方都注意到 那怎麼辦 我們就f1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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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那我們找到f欄 f欄的話 把它取消一下 f的話呢 基本上 這邊 在前面 OK 在這裡啦 有沒有 所以喔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 換一下 也就是說把這邊剛剛這個公式 他怎麼換比較簡單 我的習慣是 游標放在f f這裡 再插入函數 讓他跳出來 當然你直接在上面改也可以 可是跳出來我覺得會比較友善一點 OK 然後呢 我就直接把這個10delete掉 換成f1 有沒有 那因為我等一下會向下 也會換成其他的儲存歌 所以記得喔 除了要 在這個前面加前的符號 1前面加前的符號之外 f也要加 為什麼 因為我待會會貼到別的 有沒有 旁邊的欄 他會自己加 比如說 像兩個他會加兩個 兩個的話 F G H 他就變成HE 那就不對了 所以記得 這個地方也要加啦 也就是 F 跟E 前面都要加錢 這樣才對喔 OK 所以 剛剛這個 只有做對一半 但是考試是零分 OK 確定 現在填滿 有沒有 Ctrl C 那下來的話就直接 把它在 我是覺得比較快的方法 就我剛剛那招 Ctrl鍵按數 再點9下 1 2 4 5 然後再 Ctrl V貼上 這樣最快的 不然的話如果你為它改的話 那不會這招 又要再一次 很麻煩 OK好 那這樣的話完成 就是第 第2題喔 OK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請大家一定要務必把上面每一個訊息都看清楚 因為 只要你做 即便你答案對 但是 步驟錯 差一個地方 他也不會給你分數 再來的話 設定格式化條件 如果是對 10分嘛 我們剛剛不是顯示10 但是他希望怎麼樣 透過格式的修改 把10分改成打勾 綠色的打勾 那綠色打勾怎麼打勾 其實在哪個地方 其實在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就會有一個規則 其中的話有一個就是這個打勾 在這裡 但是這個的話呢 它是三個符號 除了有打勾之外 還有金單還有XX 可是不是 我們不是要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 設定其他規則 從其他規則裡面 去修改上面的一個效果 所以記得喔 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個記得一定要是選取狀態 因為我們剛剛貼上 所以每個地方都選取 所以不用重選 然後 設定格式化條件呢 圖示期 其他規則 自己改一下 那這個規則的話怎麼改 記得喔 這個圖示期新增規則 然後這個規則是怎麼樣呢 我要的是這種打勾的狀態 那什麼情況下呢 會是需要打勾的 就是它的數值是十分 所以是等於十分的狀態 所以呢 這邊有提到 如果它是十分的狀態 其他 其他如果 不是十分的就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第一個 請你改什麼 把類型百分比改成數值 因為我要是針對數字 那數字是幾分的狀態 數字是十分的狀態 這邊應該是等於啦 不過它沒有等於 所以只有什麼大於等於跟大於 我們就選大於等於這個 如果它是等於十分的狀態 其實這邊是大於等於 不過我們主要是針對 等於 的話呢 那就給打勾 那其他的話呢 都不要顯示 所以這個不要顯示的話 就把它改成 無儲存格 就是不要打勾 也不要驚嘆 也不要叉叉 OK 不然你們將來 如果要用在其他地方 尤其是學生成績 這個就很好用 有沒有 對錯 馬上 當然你也可以改啦 你甚至可以把它改成 如果是 零分零的話 那就可以叉叉 這個可以修改 不過我們先按照 題目要的 這個不要 所以這個打勾要 其他都不要 然後這邊的話呢 也不改 其實 主要是這一塊而已 OK 按確定 這個底下要改 這個也是數值 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大於等於零 這個一定要改 如果沒改 不行 按確定 好 有沒有看到 那就會有一個打勾啦 不過呢 你會發現 奇怪了 為什麼有打勾 又有十分 剛剛 漏掉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如果你要在修改剛剛的規則 就是修改規則 這邊有管理 然後把這個再按 編輯就可以 我剛好漏掉一個地方 應該是 設定格式 他好像沒辦法 在這裡 應該是這個才對 我剛剛選錯了 應該是這個 編輯一下 剛剛是不是漏掉一個 一個地方 你想說 老師 可是他要的是 只有打勾 不要10分啊 可是你好像 有打勾有10分 所以漏一個地方 哪個地方 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有沒有看到 直顯是圖示 我剛漏了這個 OK 如果沒有 沒有打勾的話 他會變成 兩個都有 可是如果你只要打勾 不要10分的話 那這個地方 一定要記得打勾 所以剛剛的話 就是先把這邊 改成數值 這邊速度10 然後 打勾嘛 其他的話 這邊都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 一樣把它改成數值 這個一定要記得打勾按確定 再確定 我把它套用一下 這樣就對了 OK 這樣才有分 所以其實 打這個分 也不容易 但是也不難 就是你要了解他的問題 再來的話呢 當然就是要算一下 到底 他們的分數是幾分 他有提示 就是 使用county盤數 去幫我算一下 每個人答對 答對的提數 那我怎麼知道他答對幾題 像比如說這個第四列這個同學 他總共答對幾題呢 一題 兩題 所以你 這邊好像要填的 答對的幾題 所以你答對幾題 答對兩題 兩題 成績的話 幾分 20分 不是叫你自己填 我只是示意 只是跟你講說 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要 把他 答對的數量 把它算出來的話 而不是用 人工的方式 他有提示嘛 請你用什麼函數 康乙符 所以你會不會用康乙符 這個康乙符函數 非常重要 如果你假設 要算什麼東西 到底有幾個的話 這個很重要 怎麼做啦 其實很簡單 游標一樣放這邊 插入函數 找到統計類 他應該是在統計裡面有一個 C開頭的count if count就算幾個 那count if就是還有條件 所以你會按count 給範圍 count if還有個 criteria 條件 按確定 他問你 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要 算的那個範圍在哪裡 範圍其實就是在 應該指的就是 這個後面整個 所以我們把range指向他這個的後面 從H4 一直選 選到底 選到這邊 這個範圍之內 幫我找找看 裡面 條件就是要找什麼 10分嘛 10分 所以輸入10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有找到了兩個 有沒有按確定 向下填滿 全部算完了 你說老師那為什麼這麼神奇 因為他其實就判斷 如果裡面是10分的 因為裡面假的 答案絕對不會是有10的 可是你說老師這明明是打勾 跟各位講 打勾只是他的表象 他裡面存的還有10分 OK 所以特別注意 所以我剛剛的這個公式 第一個 記得先用count if 第二個跟他講說我後面的這個範圍 H4 到AA 然後如果條件 這個叫條件 條件為10的話 幫我找出來有幾個 所以他找到的應該就是 兩個 兩個之後就成績就算出來 成績的話就是 分數 所以這個是等於什麼 我看是不是這個10分成這樣這個 因為他題目有沒有要求 他這個地方 成績欄位 剛剛這個算完了 不過可能還是 要 再看一下這個括弧 請使用f f1的儲存格 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了 他還是一樣 我們剛剛的公式 其實還是跟剛剛一樣的問題 我們剛剛是不是一樣 10我們剛剛自己打的 他又括弧了 他說不能用 你自己打的10 他這邊一樣 不過這個有時候我覺得這個語法 可能你要 多方去揣測一下 因為如果我們不仔細看的話 會看不懂 請使用f1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f1裡面就10 所以你這個10不能自己打 那你要怎麼做 你要自己用選取的方式 這個地方就不能自己輸入10 而是要直接拿這個 有沒有 拿他 代替10 那因為一樣的方式 等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記得把f1 1前面加填的符號 鎖起來 按確定 這樣才對 不論自己輸入10 向下填滿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算成績的時候到了 成績的話我看一下 再來這個應該 這個做完 還有他要套用什麼 那個藍色 資料 橫幅 這個橫幅主要就是說呢 因為你的這個 答對答錯 當然你這邊看可以看出來 這個同學多比較多 這個同學比較少 可是呢 如果你希望讓他用那個視覺化的方式 所謂的視覺化就用圖 最好那個長條 背後有個長條 然後呢 如果多就幫我把長條變多 少就變長條變少的話 那我們一樣 可以把這個 趨勢 一直選到底 Ctrl-Shift向下 先選起來之後 再利用裡面有個設定格式號的條件 那可以把它改成叫資料 橫幅 其中的話 它好像要我們是漸層填滿的 藍色這個 漸層填滿裡面的 藍色資料 橫條的一個 你把它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 簡直感覺馬上 本來你要看數字才知道多跟少 現在呢不用了 你看很直覺吧 有沒有 多跟少馬上就一目瞭然了 有沒有 這感覺蠻棒的 如果以後 你希望讓數字多跟少 讓他用 圖像的方式呈現的話 那可以利用什麼 記得Ctrl-Shift向下 選起來之後 設定格式號條件 裡面找到這個 這個叫資料橫條 漸層填滿裡面的 藍色資料橫條 我看一下題目是不是這樣講 這個 資料橫條 漸層填滿 藍色 對沒錯 一模一樣 OK 那顯然第三題就沒問題 後面的話呢 還有第四 第四跟第五 然後 後面好像 這樣子後面 再畫框線基本就完了 OK 請各位 再試試看 把剛剛的第3的部分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